雅各书 这是雅各写的信 他的英文名字是James 如果你会希腊语就知道 他的名字叫Yakbus 也就是Yakbus 翻译成希伯来语就是雅克夫 Yakov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古代和现代译本认为 雅各的名字应该是雅各布 Jacob 不过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仍然称他为雅各 其实新约中有很多叫雅各的人 其中两位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核心人物 不过这封信的作者雅各却是耶稣的弟弟 来一起了解一下 这位雅各的故事都记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中 彼得离开耶路撒冷后建立了新的教会 耶稣的弟弟雅各开始起来服侍 成为耶路撒冷母会重要的领袖 这间教会的成员多数都是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人 或犹太基督徒 这里曾经是基督徒的第一个聚会点 雅各领导了这间教会有二十年之久 他的社会环境一直很艰难 一场饥荒给当地带来极大的贫困 这些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人 遭到耶路撒冷犹太领袖的逼迫 不过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雅各被看作是耶路撒冷的顶梁柱 他凭借智慧和勇敢成为领袖 又因为倡道和平而闻名于世 最终却被当局残忍的杀害 这卷书记录了雅各留给后世的智慧和教导 他们简洁而有力 绝对是精华之作 雅各书的开头就像一封信 他向所有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问安 这些犹太人住在以色列境外 这卷书读起来跟保罗书信完全不同 保罗常在信中谈起个别教会存在的具体问题 而这封信却是雅各的智慧名言集 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和基督教团体的 雅各的目标不是教导新的神学信息 相反 他打算进入你的世界挑战你的生活 雅各的智慧主要受到两个源头的影响 第一 是耶稣关于神国生活的教导 他在这封信中多次引用登山宝训的内容 第二个来源是真言的智慧 特别是真言第一到第九章的内容 雅各是跟着耶稣一起长大的 也是跟着真言一起长大的 所以他自己的教导听起来跟他们很像 保留着民族语言和异象的烙印 雅各书的智慧言论简短 富有挑战性 充满了各种隐喻和容易记住的名言警句 其实雅各是用这种方式呼吁那些 相信弥赛亚的犹太团体能有真智慧 能照着耶稣总结的律法总纲来生活 简单说就是爱神 爱他人 雅各书的第二到第五章 共有十二篇简短的教导 呼吁神的子民要全心全意的遵行耶稣的话 这些教导不是简单的只讲一个中心思想 每个教导其实都是独立的 最后都用一句容易让人记住的名言警句结束 不过所有的教导都跟一再出现的关键词和主题相关 这种串联方式真是太酷了 雅各书正文一开始有两个教导 第一个是关于偏心和爱 雅各指出我们容易偏向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人 却疏远那些对我们没用的人 通常是因为他们贫困 雅各说这种偏心正好跟全心全意的爱他人相反 不符合耶稣对爱的定义 接着雅各教导读者如果有真正的信心会如何去爱他人 不会做哪些事 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在神里面有信心 却看不见穷苦人的需要 那么这个人的信心就是死的 雅各说这些人的行为背叛了自己所声称的信心 而真正的信心会顺服耶稣的教导 结出好果子来 通读雅各书的全文会发现 雅各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隐身了耶稣关于说话的教导 我们用同一张嘴 一边说让人痛苦的话 一边说赞美神的话 太可悲了 我们时常论断别人 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 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歪曲真理 我们怎么谈论别人 也能由此看出自己的内心真相和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嘴里说出的话 会真实的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品格 雅各相信就像耶稣教导的那样 在神国里财富和社会地位带来的等级分化 会荡然无存 所以他一开始就警告那些自大狂 不要相信赚来的财富会一直伴随自己 他说不会的 你的财富会朽坏像你一样 相反 神的子民带着忍耐和对耶稣再来的盼望而生活 就能坦然的面对一切 这也会激励他们过充满信心的祷告生活 这部分的教导都充满了极大的力量 远不是一个短视频就能讲清楚的 我们的确需要认真的阅读这些经文 要慢慢的读 在这十二段的智慧教导前面 有一段前言 其中的智慧教导和名言警句 像溪水一样源源不断 概括了这卷书的中心思想 实际上 这一段提到的所有关键词跟主题 在后面的第二到第五章中都会出现 雅各一开始就说 他从个人的经历中明白生活的艰难 事实上写完这封信不久 他就训到了 他相信生活中的试炼和艰难 恰恰会生出忍耐 并塑造我们的品格 这真是充满矛盾的恩赐 神能够在我们身处痛苦时 在我们的内心做奇妙的事 帮我们变得更加完美和完善 完美这个词 对雅各来说很重要 前后重复了七次 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中 完美意味着完全是指过一种完全正直的生活 就是一个人的行为 要和他从耶稣那里接受的价值观与信仰一致 雅各知道事实上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支离破碎的 我们很难做到表里如一 我们更愿意向罪妥协 而不愿意承认错误 尽管如此 神的任务就是去修复破碎的人 让人变得完全 这是从拥有智慧开始的 这样人才有能力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艰难 只要人凭着信心求 丝毫不怀疑神的本性 神就会慷慨地赐下这种智慧 当我们发现自己在神的面前又渺小又脆弱时 我们很容易在焦虑和信靠之间摇摆 真的智慧就是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选择相信神是美善的 所以如果贫穷让人生活艰难 雅各说 试着把它看成一种恩赐 贫穷会促使你单单的信靠神 况且财富会转眼消失 一下子就不见了 好像野花 夏天热风一吹就枯干了 所以当我们落入艰难中时 不要指责神 反倒要让环境来教导你 耶稣曾教导人理解天父的品格 说他是慷慨的 以厚恩待人 他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跟我们在一起 他是值得信靠的 正是这位神通过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能够靠着对天父完全的信任 直面自己的痛苦 就像耶稣那样 这种新造的人不只是听神的话 更会照着神的话去行 雅各说 神的话是全备的 是让人得自由的律法 他指的是律法最重要的诫命 就是通过耶稣传递给我们的自由 让我们可以爱神 爱他人 雅各把这种爱实实在在的展现出来 比如对别人说话 要友善 有爱 要为穷人服务 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自己 全心全意的奉献给神 现在你能明白 开篇第一章的结构了吧 里面包含了所有关键词跟主题 这些在第二到第五章的 十二个教导中都有更深入的探讨 雅各完全沉浸在耶稣和真言的智慧中 他通过这卷书送给我们一份礼物 就是他自己的智慧 这智慧对那些想跟从耶稣的人来说 是随时的提醒 这就是雅各书的经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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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预防 除等约统属 感谢观看